亲爱的 有时候 觉得 好累 也会在 孤单中 流下 眼泪 用力的 长大 就算 彷徨也在 继续 穿 勇敢这 所谓天黑 不过是 以为 生命有一种迂回 让我们摧毁 去飞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 你们接受了我 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后来 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 你知道每次我事件失败 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吗 那种安慰的眼神 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 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 你就开心了 一个成功者 就算是被吐了口水 那都是嫉妒的赞美 一个失败者 面对鼓励的掌声 那都是闪了耳光 你们越鼓励我 我就越觉得我自己 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你别这么说 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小时了了大为必加 这不是你妈说的吗 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 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 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 还总带过来 你没跟你妈说 你外婆给你做的酱 你都送给同事了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 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 你这个人很矛盾啊 一边说自己不行 一边还要去尝试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怕丢脸怎么了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 是你自己嫌角色小 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这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 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这有什么丢脸的 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 那还能看吗 你知道什么呀 你现在发展那么好 月亮也在做 她喜欢的记者工作 我呢 我在干什么 面试四处碰壁 开淘宝店正的家 还不跟我造的 我吃的临时都是你给我买的 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唐灿 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 但是唐灿 我们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你的出气筒 更不是你的敌人 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简洁 我不想跟她说话了 烦死了 简洁 我说真行 我个当律师的 帮简洁看看合同 你和子秋怀这么不够 你和子秋怀这么不够 放心 来 正好 把合同签了 唐灿和明月来 专闻 你来了 你 你俩这是怎么了 没事 闹着玩 我刚好找你有事 那我们出去说 对 学生好 月亮 也没什么大事 就在这儿说吧 是这样的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 为了给她撑面子 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 我本来想给你钱的 给你钱也不合适 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怎么了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 跟她说 不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 本来也不多啊 真是的 真是的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 过分 我去看看 那我先走了 好 注意安全 我先走了 怎么了 又跟谈谈吵架了 我再忍住说出 罪能伤害她的吧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 最伤害对方的话 真的特别成熟 你别看她年纪比我们都大 那年纪都被狗吃了 就知道跟我撒气 最不成熟的就是她 那你刚刚还替她出气 我觉得唐餐这个人 有一点特别好 漂亮 头脑特别简单 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 直肠子 你这是夸她还是骂她 喂 妈 哦 在客厅选官处第三个抽屉的 通病盒子里 哦 吃过饭了 和尖尖聊天呢 那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不好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我妈想跟你聊天 快点快点 金金啊 您好 我是陈婷 陈婷阿姨您好 您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 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我爸爸也挺好的 谢谢你 的关心 我听说你凌霄哥 租在你对面了是吧 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 我也放心 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 下次见啊 再见 阿姨再见 哇 你妈变异了 我也不知道 她跟她自己 想通了吧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考虑什么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 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她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 如果我们宣布恋情 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你真不在乎她们的看法 我在乎 不在乎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一定客观存在 我本来还担心 你没心没肺的 什么都不想 原来也想这么多 对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很早 高中的时候 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你这么早熟啊 是你太晚熟了 那 那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结婚了怎么办 想过 你要是结婚了 我就等着你 等着你离婚 或者 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 要是你不离婚的话 我就 一辈子做你哥哥 你等我 这个想法太悲观了 好女孩到处都是 是 你不明白 像我这样的人 已经没有重新 陌生经历感情的能量 跟你在一起 是我的本能 是自救 是 如果你不抓住的话 我就会趁也去 不太明白 我 虽然我不太明白 但是不管什么时候 你向我伸出手 我都会抓住他的 跟陌生人建立情感的能量 我也没有了 在你跟小哥身上已经透支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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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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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呀 我方 杀 我那喜欢的喜欢 你要干嘛呢 月亮 吃饭了 别磨叽了 来啦 慢点 来 发点 看什么呢 少女万化 对啊 少女万化 你别看那个少女万化 我在李贤贤房间找到了 还挺好看 我到欧夜看六本 我都不知道 李贤贤平时看这种书 什么书 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 看那粉瓶那个 一个 一个名叫 被哥哥溺爱得好困扰 不是 我就不理解了 怎么着 是我跟林乔在这儿 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你别看了 你先吃饭 不是 我看粉瓶 我说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什么玩意儿啊 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看这些的吗 他们不是亲兄妹 就跟我们家情况一样的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杜娟 杜娟的书 他就喜欢看这种 不 无聊的少女漫画 那你觉得怎么看 我觉得 不好看 没意思 很无聊 你觉得不好看 你看第二本的 我见你啊 不许看啊 跟我说 我说 你这吃饭不你 你这吃饭不你 你刚刚干嘛 把那个漫画拿出来 你就是想看我好戏 是不是 我就真想看完 我没想那么多 不过呀 我还真觉得 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 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 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 可这事越拖矛盾越大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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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得慎出来 别人的事看得可清楚了 自己的事就拎不清喽 我 我 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我还没看完呢 早工作室 还能在这里 只要有傻食品 甚至是 我赶紧 去那买 又有袋子 这我其实主持人 还有一个再夹 说了 都不给你 输人 因为我还没想到 你们都在买司 那我还有 觉得很意外 你能开一家 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 因为可能中学生的 消费能力达不到 你看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观察了一下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 奶茶店 玩具店 小吃店之类的 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 马上就暑假了 很多店面都已经 逛门歇业了 您是说 建议我歇业 我建议你 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 调整定价 增加一些低成本的 饮料和甜品 就算是暑假 学校附近也会有 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 一定会吸引到 学生进来的 站在经营者的角度 就算你亏得起 也不能让这个店 一直亏下去 你要知道 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 这样吧 我给你出个方案 谢谢龙王阿姨 您的意见我都接受 所以接下来 我自己看着办吧 就不麻烦您了 不麻烦 我和你爸爸是朋友 您应该不认识我爸爸 是这样 可能我记事比较早 我记得小时候 您抱过我 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你都记得 记得 所以我们家的事 您都应该清楚 您的好意我都领了 还是不麻烦您了 子秋 你妈也是好 谢谢龙王阿姨 还是算了吧 干什么呢不干活 吓死我了 我 我没找人 那个喜欢的料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 千万别看 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 尤其是你 身边还有原型 心理暗示太厉害了 好了 我不看了不看了 我干活 不过呢 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 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 肯定就不疼你了 是吗 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 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是啦 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 这就可以了 可是他都不体贴 为什么会觉得幸福 因为我喜欢他呀 他呢 只要站在我的面前 什么都不用干 我看着他呀 就会觉得很幸福 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 都有意义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恋爱脑怎么了 快乐呀 好的呀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你说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 跟我说一下 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是小哥说我回来吃的 那凑合吃吧 你罗洪阿姨去店里了 那个罗洪阿姨是谁 是我一朋友 开咖啡厅的 说去紫绣店里帮忙出出主意 好 爸 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的 认识挺久了 她是 赫梅阿姨的朋友吧 她自己跟你说了 没有 我记得呢 我记得她以前是 赫梅阿姨化妆敏 贵她的同事 我还没那声音 不放你跟她说什么呀 她跟她又没关系 这么久的事你都记得 爸 咱们这事啊 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 行 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她去过你店里 她觉得 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你以后别人联系呗 看她都有新的家庭了 你老这么着 偶段思琳的对她也不好 对 对 不提了 不提了 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 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我不吃 你说我不好好吃饭 我吃了你还说我 我知道 反正在我们家里呢 小个兄弟你就生我 是吧 我可没兄爸啊 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不是你们俩 没出对象吧 没没没没 我们事儿是四K好兄妹 是什么回事 挺好的 爸 你别打听了 怎么成我打听了 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似的 我是怕你们俩出不好 老子 我操心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 他不就是想出现在 咱们老李家户口板上吗 磨掌了 不过现在被我治好了 怎么治好的 我有一样 爱的治疗 永逸 爸 你要不要 我这儿还有一颗小星星 我不要 两个 你给他 两个 我来汤去 你吃看 这位小渣人 啥 再多一遍 没事 我努力努力啊 好好好 那我就谢谢亲家 不用急 不用急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这嘴甜的还好 拜拜 大瓜 你跟钱莫在那说什么呢 声音明明 这事瞒着还不太好呢 你别管了 走 打车去 那我先取点钱去 行 你这搞得跟我偷闲 你放风似的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哦 给员工发工资啊 你给员工发工资 转账就好了呀 现在谁还得取现金啊 把我下个月再转 你用信用卡取钱 你用信用卡取钱 是吗 我没注意 你为什么要用信用卡取钱 你没钱了吗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条问题 那找赵华光耀啊 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耀钱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不是 等一下 等等 等等 什么意思啊 那 那你开店的钱 谁给的啊 不是谁给的 是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哪有那么多钱 我自己赚的呀 我从开店到现在 用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在国外 一分一分自己攒的 跟赵华光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什么叫赵华光不管紫秋了 意思就是 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 只管了他两年 后来的生活费 学费 还有现在开店的钱 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 大家都还以为 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 吃相得喝辣的呢 不许说赵华 紫秋 你自己说 没什么的 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 不愿意叫他爸 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赵 那怎么可能啊 我又不愿意去他家 觉得别扭 他这不高兴呗 就拿经济制裁我 没事 但我有手有脚 可以自己挣钱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这事你怎么不跟李爸说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 这本来就是我 跟赵华光的事情 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 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 你不要老这样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 你在外面打工 他不心疼啊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 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 不然他知道了 又该睡不着觉 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 曲线发工资了 之后怎么办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 等这一月发完工资 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 目前店里有水应该够 每天的食材 还有水电开销 你还是关店吧 你说什么 关店 为什么要关店 不是 现在处于淡季 我应该调整一下 自己的经营策略 等到旺季再看 我要是现在关店 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 开咖啡店的朋友 他怎么说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 是贺民阿姨的朋友 他以前 华正敏归台的同事 他为什么帮你 我也觉得奇怪 我就是爸求他呗 要不然他才不会 管我这种情绪 所以我才不能关店 不让人家看来笑话 那你淡季能撑得过去吗 那差不多吧 小哥 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 你缺多少我给你 你别胡闹啊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 你不是说这个店 是给我开的吗 还算好吗 不行 如果我没有找到 对的经营路子 谁都不能填这无底刀 及时之随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 我也不甘心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 都是那种想法 那哪能一样呢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从小就这样 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 就提前给我们破冷水 你们 你别找我花茶 我不是那意思 我能想到的办法 紫秋应该也想到了 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不是我故意泼凉水 创业都是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 要平常心 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 就更没有全都裴经营的道理 我知道 等关机再看吧 实在不行的话 关店呗 如果你确信的话 我会先支援你 虽然不多 但是帮你撑几个月 还是没问题的 不用 你自己签你也自己留着 行 知道了 那你们商量吧 泼凉水的我 先走了 你去吧 那这是女猫 怎么生气了 去哄哄的 你去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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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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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去 去 你没生气啊 二十几秒 什么二十七秒 男朋友生气 你二十几秒才进来 男朋友 对对对 男朋友 是 男朋友 咱们俩的事情 你先别跟子秋说 省发心烦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本来 我是想要告诉她的 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 就没说成 怕她再心烦 对 我出去买点水果 我去 我也去 你去干什么 现在水果多贵啊 我要去 我去呢 小哥 买了我 你真是太刺激她呢 您好 一共八十一块四毛 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现金 小哥 我很想吃香蕉 香蕉是吧 那行 我知道 好 在那边 微信支付 好 我扫您 小票给您 这个香蕉有点失望 放 这个不要啊 不要 对 你小票收好 小哥 小哥 等等我 小哥 小哥 快送我 你生气了啊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 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 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我没说你穷啊 那谁还没有舌头紧的时候啊 本来你想吃什么 该买什么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我没不让你付啊 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 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月有一大笔金账 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我知道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怎么不能啊 你养我就可以 我养你就不可以 爸从小养我 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 继续养我了 贺子秋 你这话说得有点难听啊 我们是一家人 你养我可以 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 你们根本没有义乎养我 贺子秋 你闭嘴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想救养李老板 那是不可能的 你在这儿站多久啊 一直在 你家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一个富二代 怎么可能缺钱啊 跟你没关系 你别多了 哎 贺子秋 别人关心你的时候 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 到处乱扎吗 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 劝劝你自己 行 我狗拿耗子 你帮我告诉庄北 我送他妈项链 是当时情势所逼 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 我 唐灿 绝不会拿自己的钱 贴补男人 那你自己跟他说 我不会再见他了 省得他自作多情 回来啦 你怎么了 以后别叫我小哥富二代了 你小哥本来就是富二代啊 他不是 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 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 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 全是自己赚的 自己打工赚的 真的 我也是今天看他 用信用卡提现 我追问他他才说的 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 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 比林霄过得好 所以起码生活上不用吃不完 但现在看来 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先声明啊 我没偷听 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 二里地外都听见了 我之前老几对贺子秋 那也不能怪我呀 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 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 我会对他客气一点的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 对他客气 他才不说的 那又怎么了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吃吗 他说的 永远道歉都是这一套 有用啊 反正你们也不会真的跟我计较 再说 我一个失恋的人 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那个中卫学长真就算了 男人千千万 不行咱就换 再说 就凭我这外在条件 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 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 我没当真 你们看 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烟熏妆 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 代表黑化 代表黑化 走 我去洗澡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清香恋 散财童子 来 哎 姐姐 你说我们吃烧可爱吃火锅呀 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都行 我们吃火锅吧 这家有喝牛切片 以后我们工作是要花样光大 我们要大气一点 请大家吃点好的 也是啊 哎 那我们吃火锅吧 尖尖的两个哥哥 律师朋友 加上齐明月唐灿 哎 没有别人邀请了吧 你还真打算摆几桌啊 好吧 那我们就内部小庆祝一下 哎 姐姐 嗯 你最近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 天天摸鱼啊 是啊 李老板 你得抓紧时间创作 张爱玲曾经说过 不是每一次的努力 她都有收获 但是每一次的收获 她必须努力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 我看我这儿好久没有叼官二爷了 感觉官二爷都不照我了 我去选块料 哎 李老板说话 怎么跟我阴阳怪气呢 艺术家不都这样吗 啊 干活干活吧 今天早点下班 好 同志们 我先代表我们工作室 简单说两句啊 我们工作室呢 开业至今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然后这一次呢 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 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际市场 而且呢 我相信啊 终有一天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每家每户的床头 都摆放着我们这三兄妹 热烈鼓掌 大家气氛不够热烈啊 来来来 喝酒 我们喝酒 来 我陪你喝 来 等会儿 谢谢 月亮 我昨晚上看你朋友圈 那个求助者 要是想离婚的话 我给你提供法权 真的吗 但我感觉她不太想离婚 就是想下午下午她老公 让她回心转意 没事 到时候有需要找我就想 谢谢学长 干嘛呢 人家还吃呢 没事 我就吃点 贺子清 你干嘛呀 老牵我东西 你跟李天天旁边开着去 不是 这锅里还多的是你的家呗 我给林娇姐了 但是胃不正 胃好像有这样的哥哥 你要是有这样的哥哥 你的男朋友可想要吃醋了吧 有这样的哥哥 让男朋友干吗 你没跟你妈说 别再去我淘宝店下单了呀 我妈要去下单了 不好意思 我回去跟她说 跟阿姨说清楚吧 让她申请退款 就这样 烫菜 对不起了 什么好对不起的 你哪里对不起我 那天葬上大家的面 还你项链 确实没太考虑你的感受 不用了啊 我直接说吧 你没错 只是不喜欢我 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长得像征风我爸 我才对你有意思 那天我把我妈的生日礼物 我给你妈 那当时真的是上头了 脑子不清楚 你别有压力 我很多人追的 你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 你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喜欢 你看我明知道你来吃饭 我还是来了 那说明我真的没把你当回事 我们有这么多共同朋友 没必要搞这么尴尬吧 你难这么想 我还真的轻松了不少 说清楚我也轻松不少 行 那你先去洗手间吧 我先回去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 那你到底是觉得 我哪里不好啊 其实你哪儿都挺好的 真的 只不过我有喜欢的人了 这样 你喜欢的女孩什么样的呀 很文静 乖巧 露露大方的 是 干着啥就玩我的工作 下次带双一起玩啊 等等吧 我还没表白呢 那你得抓紧啊 小心磨磨蹭蹭 被别人抢走了 好嘞 我会的 加油 祝你幸福 不是 是 我是 是 是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在 中间相逢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慢慢的走 不用回望 我会守在这里 陪着你的背影 去遥望 我想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 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 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我慢慢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陪送你飞向远方 我会守在这里 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守在这里 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